我从事美食行业15年了 15年应该算了解这个行业 但更庆幸的是 15年我真正的了解了我自己 15年前的我 崇景的未来 是做个有影响力的主编 拥有一份后半生 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 找个帅老公 生个胖小孩 有车 有房 现在15年过去了 回头看这一路走来的过程 发现自己最大的收获 并不是梦想成真 而是学会了选择 经过这些年的成长 无论是口味还是心理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舒适就是这样 对地球环境更友好 对身体更有益 这些改变 让我整个人更真实 简单 放松 我很满意 我很满意现在的我 也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感悟 分享给别人 让更多人体会到 舒适的美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